年轻母亲裸身求救与习公子血色奢华 编者案 习近平上台以来 习公子哥和王护子弟的形象显露无遗 美出访必大撒必 挥霍老百姓的民之民高 他不顾中国尚处发展中国家和上亿老百姓 仍挣扎在贫困见下 像个败家子一样在世界招摇 目前来看 中国经济已毫无退路了 房产价格严重泡沫 汇率摇摇欲坠 贸易占风严四起 全社会负债进入庞市局面 企业 地方 金融雷声滚滚 居民囊中羞涩 经济危机已经到来 我们不禁要问习公子 是谁给了你大撒币的权利 为什么你不把中国人整回一群二代事不休 石寒冰先生的文章《血色奢华》写于2010年 现在读起来仍令人激愤 只是现在的奢华早已不是血色 而是流血和流泪 2018年8月2日 在福州 一个贫困的母亲 未救重病的孩子 放弃了全部的尊严 那句声嘶力竭的呐喊 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子 割破了无数人的心口 习公子可以拿老百姓的钱财 在外面挥金如土 却把最善良的母亲逼得一不遮体 血色奢华 作者 石寒冰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媒体报道趁 本届奥运会燃放的烟花数量 为了一届奥运会之罪 总数达12万多发 是以往所有28届奥运会燃放的总数的4倍 创世界吉尼斯记录 广州亚运会的开幕 媒体做了如下报道 广州亚运燃火燃放指挥部执行总指挥 熊猫连花集团董事长赵伟平告诉记者 开幕是烟火总数为16万发 比北京奥运会 上海市博会多 而其中三项特别的创意将申请吉尼斯记录 无尽的奢华 让世界瞠目结舌 我不知道这种奢华的张扬到底要表达什么 但我知道 这些费用足以让全国所有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回到校园 缘他们寒雷的求学之梦 但我知道 这些花角足以让全国所有无依无靠的老人 得到最基本的养老保障 使他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不安的阴影之中 血色奢华 我好想牵手抓住你 哪怕一点点 让一位带着可求的孩子或者老人 圆一个普普通通的梦 血色奢华如果是这个时代的符号 那么 承担这个符号的机体 到底是什么 当奢华可以用这样无度的方式来表达 还有什么边界和底线可言呢 当阅读华盛顿 彼斯迈 戴高乐等人的传记 我常常忍不住感叹 人性的光辉如此普通 又如此的伟大 人性的光辉胜于一切奢华的装饰 在结束独立战争后 手握兵权的华盛顿 向国会交出了全部的权力 华盛顿与财政部的审计人员一起合查 那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开支 所有的账目清楚 准确 有疑问处用自己的钱补贴进去 这是一次伟大的权力交接 当人们热泪盈眶走向他 与他拥抱 为了不使自己过于激动 他泪流满面的木膜离去 成为一位奴民 华盛顿对权力毫不眷恋的胸襟 成就了今天繁荣 自由 民主的美国 高贵的灵魂 不需要任何奢华的装表 彼斯迈是我最欣赏的政治家之一 他把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德国 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 相继通过对丹麦 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 顺利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其外交策略之精妙 常常令我拍案叫绝 1890年 彼斯迈被新皇威廉二使命令辞职 回到庄园 即是在晚年最孤独的时刻 这位老人依然心系德意志 彼斯迈没有制造出任何浮华的奢华 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奢华的奖赏 但他为德意志留下来的财富 足以让一个民族傲利于世界 他是德意志的灵魂 心无私者大志 没有彼斯迈就没有今天的德国 凡是充满人情味的政治家 都不会过度地享受奢华 更不会沉浸在血色奢华中 不能自拔 戴高乐的夫人分娩前 遭遇车祸 因在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药物 而导致小安娜生下来就弱智 戴高乐夫人曾含泪写道 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 我和夏尔戴高乐 甘愿舍弃一切 健康 财产 生迁 虔诚 所有的一切 戴高乐对夫人说 我们两个人的责任 就是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 戴高乐无论多忙 都会陪伴安娜 给孩子带来欢笑 怀抱孩子安静地睡去 即使在流亡期间 亦不离女儿左右 戴高乐一生非常节俭 但他担心 自己先与安娜死去 留下安娜得不到照顾 这位在国际上生灵显赫的人 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财产 便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担权费做抵押 设立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会 不仅仅为自己的女儿 也为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 安娜在二十岁的时候 不幸离开人世 戴高乐在痛苦中 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 以这种方式延续女儿的生命 这是人性深处的善良 这种善良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亲人 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孩子 是为大爱 没有人冲他们高呼万岁 也没有人把他们包装成为大领袖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 他们以自己的感受 体为他人的感受 以自己的苦难 融化整个民族的困难 以自己的痛苦 给自己效忠的国民 送去温暖和希望 血色奢华 永远不是有人性者的选择 血色奢华 换来的不会是世界的静默 而是深深的鄙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敢于如此挥霍纳税人的血汗前 让他们像幻影一样 散向无尽的黑夜 当然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 在恐惧无主 无保障 无尊严中 目睹绚丽的烟花 而自豪地挺起胸膛 在没有比愚昧更好的背户伞 当掌舵着一次次地向世界送去巨额订单 把金钱外交发挥到极致 不知道是否想过 爱护自己的国民 让他们生活在富足 平等 自由 尊严的法治化的环境中 积极内需的力量 更能促进一个经济体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血色奢华不能带来任何实惠 它是对财富极尽挥霍的产物 是对生命 权力和尊严极度蔑视的结果 我希望 这个民族的领导者 真诚地对他效忠 服务 而不是管辖的民众说 我不能给你们带来奢华的烟火 但是 我会给你们带来尊严 平等 自由 健康的环境 我会以最节俭的方式积累财富 帮助你们圆梦 无论大的梦想 小的梦想 只要是这片土地上的公民 都生活在有梦想且能圆梦的状态下 重塑这个民族丢失已久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 让这个民族重新获得新生 让这片历经苦难的土地 重新满在欢声笑语 这应该成为一种承诺或者誓言 而这种承诺或者誓言 只能在权力源于选民的时候表达 当然 在当下 这只能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权力的来源 决定着权力的价值观取向 民众的觉醒 是通向梦想的首要前提 告别血色奢华 不知道何年何月 血色奢华 你可知道 你令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多么心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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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